說要讓我安靜一下 可是下一秒 你問他在哪的時候 他已經在很吵的地方 一定 對啊 那是另外一種安靜 那是哪一種安靜 沒有下一秒 你可是在酒店常安靜吧你 那個環境很吵 個人的案例不要拿出來聊嘛 好不好 我們來聽一下 意大利的新朋友賴倫佐的故事 如果你想他告訴你幹嘛 為什麼你沒有告訴他 我在意大利我一樣的問題 我有一個男朋友 我回來的時候 我是工作在一個酒店 所以我回來是差不多 每一天是五點晚上 五點早上 晚上了吧 凌晨 對啊 那他在工作在辦公室 所以每一天我們不信講話 所以禮拜天有時候 他在那邊在等我 等我講話 所以坐這邊等我 等我 等我 所以這個是差不多 我們玩一個遊戲 如果你要講話 為什麼你沒有講話 你說今天有這個問題 我告訴你 這個比較好 為什麼你等他說你 有這個問題 有阿勞 幹嘛 阿勞 不是很不好的 其實他的故事 五個字可以講 有話就直說 沒有 可是男生比較喜歡 比較自己 比較直直 所以會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情緒不好 那你可以自己說 真的 好啦 所以你喜歡直接講 晚上八點到我家 好 這樣 男生是比較驚豔的 對 如果是女生說 好 我們可以 take a break 還是我們要 我不要跟你講話 男生大部分會等女生先兼訓 我們不會就是回來然後 真的嗎 真的 所以所有的男生 如果 等一下 我問一下七位男生 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說 我們先暫時冷靜一下 你們就完全不會打電話 跟傳簡訊的請舉圈 我不會 不會的請舉X 完全都不會 等一下 完全不會這兩位 以後可以剛來 不是說 所以我不會先先給他 他不會啊 我說完全不會舉 完全不會的這樣舉圈 完全 所以孟多跟阿龍跟法比歐 完全不會 不行 我覺得如果你提休息 那就是 主動就是你的責任啊 不然我們不知道你要休息多久 所以你可以傳點訊來問 你要休息多久啊 是怕就一輩子就休息了 真的嗎 我跟女朋友 我看到我以為她不開心 所以我說 Baby 你怎麼了 她說沒有 沒事 然後可以跟我說你怎麼了 沒有 沒事 然後一直問她 到她很生氣 發脾氣說真的沒有事 為什麼一直問我 所以我如果我一直問 是我錯 如果我沒有問是我錯 所以我就要慢慢的了解 一個女生她的心情 所以男生就是 問跟不問都是錯 就問一半嘛 真的 我覺得是細心度啦 好啦 他們是有點辛苦 細心度 關鍵在細心度 真的啊 因為連我們身邊 就拿女生跟女生好了 如果你發現這個女生朋友 他有點狀況 你一定也會問他 對 但是你不會一直問說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嗎 你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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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不會這樣一直問他 但你一定會發現 他生活上面是不是 你會去觀察嘛 我就是細心度 細心度 Apple你還有其他的 對 我之前也有碰過一個狀況 就是男生 譬如我們情侶走在路上 男生常常會偷瞄女生 然後我就會發現 我的男朋友如果在瞄別的女生 怎麼怎麼路上也不能瞄別的女生 妳就會看男生嗎 可以瞄啊 我也會看啊 所以我都會跟他講說 那個妹很正喔 然後他就會講說 然後我就會說那所以呢 妳就找架吵啊妳 妳真的找架吵啊 妳真的很煩耶 小莊妳講得太對了 真的 這是妳的問題 不是 我也只是我就會開玩笑 妳喊準一點好不好 我就會開玩笑的跟他講說 那那麼正 要不要我去幫妳跟他要電話 這就不適合妳 真的要花了 妳才會吵妳 我開玩笑的嘛 妳們姐妹真的很有志耶 妳走在路上 妳走在路上看到法比喲這樣 妳不會看嗎 會啊 會看啊 但是我的男朋友如果問我說 那麼帥要不要去跟他要電話 我就會說沒關係 我還是比較有玩笑 好 那我講一個 比如說因為我也是 本節目的那個忠實觀眾 每次知道比喲一出來的時候 我老公就會問一句話 帥啊 帥啊 陷阱 陷阱 妳剛剛那個停頓就已經承認了 沒有 第一次我是這樣 第一次我就 他一問我就 妳覺得法比喲帥嗎 帥啊 我覺得就是 聰明 然後後來他就記住這句話 他就開始只要 法比喲最近有廣告 他就會剛好看到就 妳喜歡的那個外國人的廣告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他會記住這件事情 所以有一次 就是法比喲在這邊 在講話的時候我馬上補 結果 從那一天開始 我老公就平靜了 可是妳這一集又講出來 是為了要迎合妳老公 妳才這樣說的 完蛋了 老公 我真的覺得妳最帥 我覺得當然女生跟男生 跟朋友出去是好事 然後男生跟朋友出去是好事 所以 妳出去玩 我出去玩沒問題啊 可是 有一次我之前女朋友 她有個男生朋友 然後我感覺出來 那個男生很喜歡我的女朋友 然後 所以我 可是她還是會跟那個男生出去玩 還是傳給她簡訊 可是我不喜歡 就是太 就是太大男人那個感覺 所以我就會 可是我不爽 所以有一定暗示說 我覺得那個男生很喜歡妳 她說是嗎 然後還是說 你真的覺得要跟她出去玩嗎 還是 你沒有覺得怪怪嗎 可是還是沒有聽得懂 還是會出去玩 到最後我要跟她說 拜託 真的 拜託不要跟那個男生出去玩 她才聽得懂 是台灣女生嗎 對 台灣女生 我剛才說台灣女生不 就是 看不出來如果一個男生 對她有興趣 有沒有興趣 你說她看不出來嗎 那都是假的 她絕對知道 沒有 是真的 有時候有一個女生朋友 然後一個男生會 一直撿信給她 然後那個女生說 這是一個朋友 對 他騙妳的 這是曖昧 沒有 可是這是 你可以馬上看那個男生 對 這個女生有興趣 可是對她沒有… 可是我覺得 她知道 可是她騙妳的 對 可是她不知道 這不是妳朋友 可是我說有很多台灣生氣這樣 不要跟著總妹在一起 打給我 對 打給妳幹嘛 聊天啊 我跟她講一些 先把口吹的問題解決 看妳在看邊 看不出來在那裡 可是我有時候覺得真的 人家問你 然後你講實話 對方生氣那也很麻煩 對不對 建民哥 我碰過一個 就是圓桌吃飯 然後他說這個 因為他講 他覺得他非常有自信 這一桌 這個餐廳他是覺得非常OK的 他就吃的時候 他的樣子就覺得 今天他辦的這個 他覺得很棒 然後他就問我說怎麼樣 是不是很棒 我說還可以 但我沒有很大聲 他咻笑 他就跟每個人說 你說 上次他帶我去吃那一家好 還是這一家好 問每一個人 他說我所有的朋友 都覺得這一家 比那一家好吃非常多 你為什麼覺得還可以 你這個事情 不能私底下再問我嗎 對啊 為什麼要當著面 而且還要問每一個人 你說 可是那你為什麼不直接 不挑好的講 你就說對啊 你今天主持這個 正常來說 哪有 人家精心辦了這麼一桌 應該就說 而且他整桌人就想要 得到你的認可而已 對啊 而且第一個問你 因為是不OK啊 OK啊 結束已經很好了 結束我再跟你說 他說還可以 你這個意思是說 男人不能說實話就對了 不是 你可以留 我覺得你可以在現場 先按耐他的情緒 等到回家的時候 你可以在私底下跟他說 因為只有你們兩個人的時候 他會覺得比較能接受 他已經按耐他說還可以 我覺得還可以是OK的啊 他沒說很難 就是說我覺得 你今天安排得很好 你今天安排得很好 不代表餐廳很好啊 我覺得女生應該是想聽這個 對啊 你們反正就是要我們說出 你們想聽的話 怎麼樣 你現在整碗噴完了 我不會泡一遍 你知道嗎 沒得噴了吧 你噴他 他噴你耶 怎麼樣 也不錯耶 之前就跟女生 就有一點滿喜歡的女生 就還沒拔到的 就出來吃東西 然後就吃吃到飽火鍋 然後就吃吃吃 結果我就 還沒拔到 我就帶人家去吃吃到飽火鍋 他怎麼好意思吃咧 好像是他介紹啦 印象中 然後我們就吃吃 結果我就飽了嘛 吃到飽 我就吃到飽嘛 結果他 我發現他 他就一直在那邊 一直吃 一直吃 然後我就覺得他很真啦 因為我滿喜歡他 我覺得你滿可愛的 就一直吃 一直吃這樣 很可愛這樣 為什麼 對 我就說你一直吃 你吃不飽嗎這樣 我就開玩笑 我是開玩笑 可是我內心是欣賞的 那是大忌諱耶 可是我是內心是欣賞他這樣子 因為通常女生都很假 他的意思是好意耶 不是 我覺得你如果把 我覺得你好真喔 我以前看過女生都不太愛吃 你知道一直吃我看得好開心 對 可是他不爽 我會講類似的話 沒有 你沒有類似 連接近都沒有 你是說你一直吃啊 你一直吃啊 你怎麼都吃不飽是不是 沒有這樣 沒有這樣說